第4881集 夏若雪便向古猎道 这件事太大了 我做不了主 还是等我朋友过来吧 我问他的意见 古猎见夏若雪不敢拿主意 顿时眉头一皱 心想改革派那边 反对也是有理由的 夏剑女子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 魔力的确还远远不够 无妨老夫等等便是 古猎也不反对 便与两女一起等待 虽说夏若雪 似乎缺乏独挡一面的勇气 但古猎并没有太过轻视 毕竟人都是磨练出来的 等夏若雪执掌了星月神教 他一定可以成长起来 毕竟保守派阵营强大 有这么多长老支持他 他想崛起只是个时间问题 何况 他还是老祖宗星月女帝 看中的人 古猎相信 老祖宗一定不会看走眼的 这个女子 必定是惊世骇俗的存在 他会带领星月神教 建立无上的辉煌 此时 叶辰 小黄 遮天摩地 叶无尽等人 在这片失落时空里 不断地寻找着 只是失落时空实在是太大了 法则也很复杂 叶辰等人一时间也没有找到夏若雪 确切所在 反而碰到了不少强悍的凶兽 危险重重 好在以叶辰等人目前的实力 普通的危险已经伤害不到他们 倒是有惊无险地度过 正行进间 叶辰忽然看到一个清秀甜美的小女孩 正赤着双足奔跑而来 小白 那小女孩正是夏若雪的宠兽 太阴欲吐小白 叶辰慌忙打了声招呼 既然小白来了 想必夏若雪就在附近 叶辰哥哥 终于找到你了 小白飞奔而来 哭到叶辰怀里紧紧地抱了他一下 没事 我在这里 叶辰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头发 盲问 若雪呢 若雪姐姐在那边 她叫我过来找你的 叶辰哥哥 小白指了一个方向 叶辰终于听到了夏若雪的消息 顿时大喜道 好 快带我过去看看 小白道 嗯 好 当下 小白跃到小黄的背脊上 与叶辰同城一起 往前飞奔 小黄 好久不见了 听说你继承了北盲祖地的道头 你现在势比以前厉害多了 小白好久没有与小黄嬉闹了 这时便揪着他的毛发 跟他说话 小黄倾笑不语 他身上背负着极大的因果 却不想将小白牵扯进来 就让这个小女孩 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吧 折天摩帝与叶无尽 跟在叶辰两侧 一路飞略 小白 你们有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机缘 折天摩帝问 呃 机缘吗 有 若雪姐姐得到了一门道法 叫太上心息道 正在感悟修炼呢 却引发了苍穹明月的大气象 小白回答道 太上心息道吗 折天摩帝目光微宁 他奉魔祖无天的命令 调查着明月异象背后的因果 现在知道背后的机缘 是太上心息道法 他倒是可以回去交差了 叶辰听到下若雪又得到了机缘 自是欣喜 小白道 叶辰哥哥 若雪姐姐这么辛苦修炼 都是为了你呢 叶辰笑着道 你叫他不用这么辛苦 有什么危险 我自己可以解决的 他安心享福便好 随时可以来我的黄泉图 或者愿望天星里面安居 说是这样说 但叶辰知道 下若雪不会甘心沦为一个花瓶 他有他的傲气 也想要帮助他 一路行进间 终于叶辰见到了前方 有两个熟悉的女子身影 正是下若雪与卫影 看到了两个女子 叶辰自是大喜 想要招呼 但又看到下若雪身边 站着一个陌生老者 那陌生老者身上 带着太上世界的气息 竟是一尊货真价实的天君 叶辰心中一领 不知为何会有 太上世界的天君降临 不过看下若雪和卫影的模样 与那老者 似乎也颇为融洽 看来并无危险 叶辰 看到叶辰终于来了 下若雪和卫影 皆是惊喜欢呼起来 那个叫古猎的老者 看清楚叶辰的模样 顿时大惊道 原来你们的朋友 居然就是轮回之主 叶辰 下若雪道 是的 老前辈 我能不能去太上世界 执掌心悦神教 还要看轮回之主的意思 说着 下若雪便拉着卫影的手 兴冲冲地向着叶辰跑去 叶辰也乘着小黄 快步往前飞奔 但就在这个时候 冥冥之中 叶辰捕捉到了一股恐怖的杀气 深入骨髓 小心 叶辰大惊 下意识地拔出了轮回天剑 在他感受到危险的瞬间 无数的兴杀爆雷 滚滚地从天而降 宛如一场末日的烟花雨一般 轰炸下来 这些兴杀爆雷 每一颗都经过无量镜强者的淬炼 杀伤力极大 一轰炸开来便有无比恐怖的爆炸气浪 汹涌而起 轰隆隆作响 虚空都被炸得崩裂了 叶辰反应极快 立即竖起了轮回天剑守护自身 一股轮回的金芒 弥漫开去 牢牢保护住叶辰 也无尽遮天磨地 小黄小白等人 他们并没有受伤 但是下若雪和卫影 却被无数的兴杀爆雷 轰炸到了身边 叶辰猝不及防之下 根本来不及保护他们 而他们急着与叶辰团聚 也没有突然会有偷袭降临 夏姑娘 那边的长老骨猎 发出了一声惊呼 在兴杀爆雷落下的瞬间 他反应极快 立即一步跨出 大手一招 天军的灵气爆发 将那诸多兴杀爆雷 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 一颗颗兴杀爆雷 狠狠地轰在了 古猎长老的躯体上 古猎长老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 生机迅速流逝 这些兴杀爆雷的杀伤力 是如此可怕 连天军强者都可以杀死 古猎长老抬头 看着高空之中 有三道黑衣身影降临下来 是云梦泽和云山宇派你们来的 他看着那三个黑衣杀手 脸色顿时震动 对方所使用的兴杀爆雷轰炸 正是星月神教之中 变革派的杀人手段 采集兴杀锻造成暗器 以无量强者的精血淬炼 杀伤力极大 那三人没有说话 眼神阴冷的可怕 降落下来 三个黑衣杀手轰然震落 天军的杀气爆发出来 吞吐万里 重伤之下的古猎长老 受到此等严重的冲击 浑身骨骼 咔嚓嚓地爆碎 被活生生震死 双眼油然睁着死不瞑目 前辈 夏若雪和魏影惊呼了一声 但他们在那三个 黑衣天军的气息冲击下 也不好受 硬生生地被击飞出去 鲜血喷溅 这一刻 夜晨看到自己的女人受伤 顿时无比愤怒 心中仿佛有熊熊的烈火燃烧 轮回之主居然也在此 速战速决 那三个黑衣天军 看到夜晨在这里 交流了一下眼神 据是露出了无比凝重的神色 夜晨的存在 明显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虽说此刻的夜晨 修为只有太真净七层天 但这三个黑衣天军 都不敢有丝毫的轻视 轮回的威名实在是太过可怕 他们极其捏动手绝 浑身灵气喷勃 在他们的头顶之上 汇聚成了一个古老的字体 那是一个狮字 这个狮字一浮现出来 便有无穷无尽的死气弥漫出来 所有接触到那死气的生灵 仿佛都要化作尸体一般 传说红军老祖 在破开现实时空 飞升无无世界的时候 无无世界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有大量的无无灵气 倾泻而下 那浩瀚的无无灵气 最终凝聚成了三十三个字体 称之为三十三天神文 三十三天神文 每一个字体都拥有逆天莫测的威力 背后有无无法则的威压 叶辰看着那个狮字 便捕捉到天机 瞬间知晓三十三天神文的奥秘 那个狮字正是三十三天神文之一 三十三天神文 每一个文字 能量都是极其恐怖 一般天君都无法承载 那三个黑衣杀手需要共同联手 才能将那个狮字召唤出来 狮字一出 无边无际的死气在震荡 周围的空间 接触到那死气居然开始磨灭 远在光年之外的星辰 仿佛也受到狮字死气的冲击 开始枯萎扭曲走向崩碎 无穷无尽的死气铺天盖地的 向着夏若雪呼啸而去 那三个黑衣杀手目标非常的明确 就是斩杀夏若雪 覆灭清月女帝法御里的传承者 夏若雪的修为还没到天君境界 但那三个黑衣杀手 忌惮叶尘在旁 竟然是动用了最狠辣 最恐怖 最无情的底牌 狮字死气一出 天地星空都要死去 更别说一个凡间的生灵了 夏若雪看着无穷无尽的 死气呼啸而来 翘脸顿时失色 她的脸容变得无比苍白 连一点血色都没有 人好像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生机在不断流逝 不好 叶尘看到这一幕惊骇万分 万万没想到 对方居然会有三十三天神闻这种手段 轮回圣碑给我破 生死关头 叶尘一声爆喝 祭出了轮回圣碑 金灿灿的圣碑顿时冲天而起 爆发出浩瀚神圣的轮回气息 一股股的轮回金光 如太阳一般绽放而出 将那遮天蔽日的死气 迅速冲散而去 什么 这是人毒圣碑 圣碑居然在这小子手里 那三个黑衣杀手 看到叶尘祭出的圣碑 当场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身为杀手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早就锻炼出了万劫不复的冷峻心境 但看到那个圣碑的时候 他们还是彻底震惊了 因为他们认出来 那就是红军老祖留下的人图圣碑